平常我喜欢去大自然的地方去寒生去学生 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我会想象一些风景 是基于一些我的回忆 有一些是我的学生的草稿去重新去演绎一个风景 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 我是用一本小说的内容去想象 一系列的风景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 因为这个小说是一个日本的小说家去商讨职业 他的故事是描述一个在中学毕业的一个男孩 他去到一个大自然里面去学习一些林业的工作 在里面他感受大自然和人之间的一些明妙的关系 改变他从城市里面的一些生活的习惯 画了七张相关的风景 是从这个故事在开头 他乘坐一个小的火车 今日一个山区里面 他平常的一些工作的情境 还有一些在山里面遇到了神灵的一些故事 全都是在城市里面他没有遇到的一些事情 我想是蛮有趣的 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去讲给一些城市的生活的人们知道 一个慢活的生活的习惯是蛮重要的 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 这一家是讲一个小孩 他不小心进到了山中 被这个山里的神明租去了 然后男主角 然后男主角 正去山中去救这个小孩 这个故事是蛮特别的一个成绩 还有中间的这一站大的 是留住一个 他们在山中工作的时候 然后兔人之间 神明来到山中出巡 这个神明是从云之中出来的 所以这个曾经是有一种驚悍的感觉 很小的是很黑的一件事 就是最后的成绩 一般在神去川中的男人 他们在日出之前 他们进去山中去摆一波很粗大的一些参数 他们去把它展下来 然后他们在最后的一章 他们把它推下去 推下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庆典 他们在这个神区圈会举办大概是四十八年一次 他们把这个木头推下去 然后他们觉得是可以帮助他们的村民是平安的一些意思 所以我把这个情节是作为我这个系列的一个结束的一场 所以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